海風逼近在宜蘭烏石港海邊不斷出現長浪 但還是有不少遊客前往衝浪遭到海巡人員勸離 而南方澳的船隻全都返航回到港口避風 漁民也做好防台準備 另外台東路也高台的熱氣球嘉年華 主辦單位宣布17號下午的活動取消 18、19號這兩天活動取消 20號的上午場會再試天氣的狀況再寫公告 這次巨浪拍打上岸 險象緩生 之間大浪越打越高 仍有民眾冒險前往衝浪 為了防止遊客冒險衝浪 海巡人員出動巡查 遠景基於安全考量 趕緊勸敵衝浪客 今天浪這樣子好衝嗎 好衝嗎 好衝嗎 浪不大 出得去嗎 出不大去 出不大去喔 不好衝就對了 會浪衝回來 大四颱風逼近 漁民趕緊做好防台準備 南方澳的船隻全部返航回到港口避風 之間漁港擠滿船隻 全部牢牢固定在港內 鏡頭轉到台東陸野高台 指著草原一片空蕩蕩 不見熱氣球 一對來自台中豐原的未婚夫妻 清晨起個大早直奔陸野高台熱氣球 準備拍婚紗照 沒想到遭颱風攪局 熱氣球無法力求 兩人雖然失望 仍在大草原上拍美照 我們原先預計天氣會好 但是現場其實陣風蠻強的 那所以說我們看了整個氣象的預報 天氣的關係風速跟雨勢都會加大 經飛行團隊專業評估 主辦單位宣布除了17號下午 活動取消 18號19號兩天活動也取消 至於20號上午場與光雕音樂會 要是天氣狀況再行公告 有計畫前往的朋友們要多加留意 記者綜合報導